苹果 报纸 豆腐 这些在生活中人们常见 但不会与工艺品联想在一起的材料 到了浙江精华雕刻手艺人王维廷的手里 都能变成精美的作品 这位手艺人曾经做过IT工程师 经营过餐馆 做过广告公司 在没有经过任何的美术专业培训情况下 凭借独特的创意和微妙微笑的作品 走红于网络 就刚好这两年短视频这块 发展得还比较热 我也想试试看从事这块 朋友认为我在创意方面其实都还不错的 很多就是这种好玩的点子 然后特别像这两年 我觉得这种短视频 也就正需要这种稀奇古怪的 好玩的一些东西 大家才会去光注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 跟我有一些切合点 除了材料的创新 王维廷更是凭借一抄牙齿雕刻一炮而红 有一次 王维廷发布了一条用羊骨头雕刻的作品 网友在评论里回复 你可以忽悠别人这是用牙齿咬出来的 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调侃 成了王维廷的灵展来源 然后我看到这条评论我就在想嘛 我说是不是能用牙齿来尝试一下这个 能不能是不是真的可行这样 想到那个苹果可以用来雕那个桥布丝 可行性还挺高的我觉得 然后就尝试用这个咬 王维廷告诉记者 牙雕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难点在于一边观察 一边用牙齿去找对位置 呈现一条几十秒的短视频 他要对着苹果啃上两三个小时 就有之前有一个是女孩子吧 她就让我说能不能教她一下 怎么牙雕这样子 然后我说你可以的 我说你先学会用手 你如果你用手能雕出来了 然后再想着用牙 我一般会先那个找出他们的一个截影 就是侧脸的这样子 然后我一般会对照着对照着咬 包括这种比例啊什么 因为我咬的时候 其实是经常是看一下咬一下的 然后我可能拍出来是 因为都是很多快进镜头嘛 他基本上可能看不到 然后有些人还觉得我是解极的 说是早就弄好了 然后咬一跌再撞过来的 从事过多个不同的职业 即使现在在短视频平台 拥有一百多万粉丝 但王伟廷认为 这也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尝试 只要能给一家人带去更好的生活 他就会去试一试 其实那时候做那一块 做了挺长时间的 后来就是做 就这种稍微新型的材料 才慢慢活起来的 我觉得其实人生 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有各种 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体验一下 因为你也不知道 其实一开始你也不知道 你确实适合哪一项 其实我也不太说 为了想这个出眠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这块能 让我就是生活水平啊这种啊 包括就家人啊这种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 能更就有更好的一些收入吧 能更就有更好的一些收入吧 谢谢大家